我进去盘算着问老家种点什么好呢 我身后这棵石榴树让我看到了 必须要种石榴 为什么呢 石榴树它的花期很长 而且它的花非常好看 也是橘色调的红春橙的 然后它的挂果比开花还要好看 你看想 这个花从青果子到它这个果子成熟 它整个在树上挂的时间非常的长 整个观传期可长达半年时间 然后整个叶子非常翠绿 而且虫害很少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风景树 因为在我们这地方 它的果子真心不好吃 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好 你想一想 红橙橙的 挂满了整棵树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红红火火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它里面的籽非常多 所以它其实也有白籽千孙的寓意 所以石榴树 其实是真的非常适合 种在我们的老家的一棵树 虽然我现在没有卖 但是也建议大家 如果说老家要种什么 就参考它 郭郭的花园 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拜拜